马院长 我来过那手术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医生 马院长说这个病人非常重要 他不来谁也不能擅自手术 病人情况危急 没时间走旅程 想救完我去找马院长说 在这 没人能做手术 你老公必死无疑 他的医丸家产都将命成我的 我说怎么整个医院都不敢做这台手术 原来是你们在谋财害命狼狈为件 提个条件吧 你想要什么 我跟你们不一样 这最够 这是什么地方 秦木科今夜难产 你管我都支走了 太医院那边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我也是装晕了吧 侧妃娘娘请放心 我朝礼法森严 难关问诊 妇人兵 只能垫步朕脉 若有肌腐相见 必须挖眼断手 要救太子妃 只能动手 臣已经安排妥当 无人敢知 只要那个贱人一死 本宫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侧妃娘娘到时候 给你更大的奖励 李密 发炎贼 别跑 站住 别跑 这不像是梦啊 我不会穿越了吧 在那儿 追 别跑 站住 别跑 那边 追 你是何人 你是何人 我叫李密 是名医生 御医 你可算来了 快救救太子妃 太子妃 我真的痊愈了 救我 救我 郑老师 你怎么成太子妃了 什么郑老师 这是我家娘娘 快救她 她怎么了 难产 怀孕了 谁的孩子 这么多废话 你到底救不救 救救救 拿把剪刀 烧沸热水 再把这刀烤一下 好 这么快 抱下 好 出去 我要做手术 郑老师 忍一下 好一对 姐夫一妇 李密 没想到你是这样 进的太医院 不扯 太子妃淫乱恭维 怀下孽种 如今铁证如山 来人呐 拿下这对狗男女 慢着 你这恶夫 经用如此下流的手段陷害本宫 陷害 太子出征一年有余 你怀胎十月 也是我陷害的 就因为你父亲是镇国大将军 所以就可以在东宫指路 鱼马 淹岛黑白吗 深正不怕影子戏 本宫就是清白的 清白 如何证明 这对狗人 上来就反应了 你现在说出他们的真情 估计不会有人心 我能证明 我能证明 他呀 根本就没有怀孕 是子宫肌瘤 就是你们所说的实践 你算什么东西 你不过十余医院里面 最没用一个打杂的 懂什么艺术 有些人啊 本身没有 就是喜欢出风头 事关皇室生育 稍有差池 那可是杀头灭族的大罪 行了行了行了 一验便知 此物确为实假 因长期气血失调所致的 肝气欲结缠热 与腹中生长 与怀胎相自来 老东西 你怕胡言 老人家你也打 你还是不是人 连侧妃娘娘都敢打 还不给我拿下 谁敢 你如此加害本宫 把她绑了 打入冷宫 我才是这东宫的正妃 你们可要想清楚 到底要听谁的 还不快动手 按着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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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肩负瘀 不死不认罪 还敢打我 姑姑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太子妃 我李满福身为上宫 掌管六局二十四司 一人之下 唯我独尊 是有你打人的道理 李满陷害本宫 上宫 这是要不分青红皂白 一味互短 侧妃陷害你 谁作证 谁敢作证 你 我敢 你 你个下酒流的学徒配吗 你拿什么作证 实际是李富长期给太子妃下毒阻止 太子妃体内有中毒残留的苦性人类 李富身上也有 毒害太子妃可是死 李富信不过别人 必然亲自毒手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的手指必然是发黄的 侧妃娘娘可懒身手 自证清白 老子从小就看不到 而治不了你 就算她身上有苦性人味 谁亲眼看见她下毒了 对对对 都是她诬陷我 她就是秦牧科 那见不得人的姦夫 所以才不顾离把闯秦宫来救这姻妇 被我装破了丑事 便和人先告状 翻药一口 那你可曾见过我与太子妃通奸 你不也口口声声说我是姦夫吗 说得很好 你私闯秦宫 借着医治的名义 把太子妃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全都摸了一个遍 够人们可全看着你 本朝礼法 难关看止不忍病 只能垫补指脉 能触碰肌肤 并挖眼断手 逐出皇宫 那你还和这个马云鹰 压下去 按照宫里的规矩 你这姦夫 就该被挖眼断手 不过 你要是再说一遍 我爱 我就原谅你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呀 人家也好害羞呢 你怎么不说话呀 李上公 我们之前认识吗 讨厌 前晚还叫人家小甜甜 今天就叫人家李上公 你要是变心 我可就不理你了 我的前身这个口味也太重了 怎么跟他扯到一起了 作孽 我就知道 你舍不得人家 大政府能屈能伸 既然这货是个传来战神 不如我对江青 最近委屈一下 小甜甜 好艳 好艳 姑姑 我请姐夫 你给我姑姑下的什么名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 姑姑你糊涂呀 这小孩俩分明就是在骗你 你看不出来吗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教人生死相许 你别以为你那些破事 我不知道 姑姑 滚开 十万火鸡 正果大将军虐体发作 可传李密速出一致 他是我六局之下太医院的人 我看谁敢带走 眼下是战士 大将军有权便宜行事 如今便照李密为军医 谁敢阻拦便是延误军机 李密违反宫中禁忌在先 以诊治之名 以太子妃苟且不轻 败坏皇家名声 按律当挖眼断手 便是出宫 也要先行刑再说 挖了眼睛断了手 还怎么给大将军医治 那也不能 兄弟们 带你们走 若有阻拦 便给我打 都是些蛮不僵里的兵匹 敢冲撞后宫 得罪我李家 七亭山七也太甚 姑姑 最可恨的是那个李密 我已经不是之前那个李密了 你还是对我死的这条心吧 所以 爱会消失的对不对 对 他攀上太子妃就不要你了 他就是个悲性弃异的附近 我原来让他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多谢左卫将军救我 不过您怎么知道我在天牢的 快去找左卫将军 是 太子妃派人来搬救兵 说你对他有救命之恩 郑老师果然人没心善 不 救死扶伤乃是医生的天职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撤了 拜拜 谁说没事 大将军真的瘧气发作 一帮废物 大将军都治不好 干什么吃的 夫人 夫人 御医请来了 小御医姓慎名谁 官居几品 在下礼秘 目前还没品 皇上假装 兄大将军 敌国的八十万大军已经跨过边界 势如不足 连续攻克的十几座城市 京城威夷 国家威夷 请大将军速送筛啊 启明陛下 大将军现在窝床不起 恐怕撑不了多久呢 那还不赶紧给大将军治病 都愣着干嘛 皇上 大将军得了不治之症 没有办法 你们这群御医都是饭桶吗 如果治不好大将军 你们所有人都在陪葬 女级放在古代 就是不治之症吗 放在现代 那不就是一针青草素的事吗 启禀皇上 微臣可以治 如果你能治得好大将军 朕必有重赏 但如果你治不好 朕诛你解决 你 取青草一卧 以水二生自知 绞其之 给大将军服下 青草 青草那是 不辱药的野草 竟然要给大将军的千金之 去服下 开什么哀笑 陛下 万万不可呀 青草药性苦寒 非但治不好 瘧疾 反而那会加重病情 这不是要了大将军的命吗 你这个半吊子 自己没本事还敢质疑我 青草苦寒不假 确实可以清虚热 除骨争 结虐去黄 同时还可以做药膳 青草粥 青草憋甲汤 还可以拿来做青团 就算治不好 也吃不死大将军 来人 取青草照办 是 陛下 大将军服下我的特效药 不出半炷香 必然痊愈 若不然 整个太医院已死谢罪 好 那朕 就等你的好消息 既然穿越成古代NPC了 老子就要肆意活一把 什么情况 怎么会这样 宁明青草素 就是治良悦籍的特效药 问题出现在哪里 陛下 八百里击邦 樊城 两城 同关 三座重镇 全部被古破 非军长驱直入 执病京城而来 什么 大将军 也病得真不是时候 礼秘 不杀你 南西镇 心头怒火 斩了 住手 陛下 大将军 你醒了 老臣万死 大将军面色红润 生如红中 果然是痊愈了呀 不知陛下 从哪里找来的神医 老夫服了他的汤药之后 感觉大病痊愈 回神的力气 也回来了 军情危急 老夫已提前准备好了兵法 送往前线 也简然没知己 而老夫已经身着假兆 随时准备为陛下出场 好 有大将军出马 趁得心呢 终于可以放进肚子里了 来来来 快给神医松绑啊 李宾 此次能够击溃敌军 功劳全在于你呀 说吧 想要什么样的赏赐 有几个刁民总是想害我 大将军帮我打发了 几个刁民 那可是侧王妃李夫 六军上公李满夫 还有背后的丞相 以及丞相的妹妹 当朝皇后 这哪是几个刁民 这一个个 可都是你招惹不得的凶声恶杀呀 礼秘皆旨 听说你救了太子妃 是个可堪重用的人才呀 侧妃和上公 又说了你不少的好话 所以本相特向圣上 求了一道口语 以后你就入赘到我李家 保你一世荣华富贵 他这是以退为进请君入 我这入赘他家等于羊入虎口 岂不成任人宰割的鱼肉 虽然我李密确实优秀 但没想到这么强手 可惜李相来迟一把 李密早有分约在先 大将军已经找我为序了 大将军常年征战沙场 惊奇受损 子嗣不忘 这生得了两个女儿 大女儿齐木科 在宫里当了太子妃 二女儿常年征战沙场 这如何招你为虚 靠 这年代谁不生一窝儿女呀 不会这么摔吧 李相有所不知 我父亲与将军是侍交 在齐木侠还没出生之前 便许下婚约 娃娃姐 哎呀 妙贼 鹦鹉将军齐木侠 妙贼 鹦鹉将军齐木侠 小贼李密 你这是自寻死路啊 自寻死路 那齐木侠从小跟父亲 齐定山练武 一心直想打仗 为此 他还杀了三人 魏国文的夫婿 谁要阻止他 打仗的大业 他就杀谁 真是天主我爷 小贼 你这是自作自受啊 我要面见圣上 把那齐木侠给我召回来 与李密成金 郑老师 这么快就好了 你什么时候穿越过来的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就是你邪功求报 让父亲许下婚事 你可知道父亲病重回肠 只有我镇守边关 李肃这狼贼 早就向羞弱父亲兵权 今次把我调回来 边关就要失手 多少边军和百姓要造烧杀抢掠 温氏 边关 你是传说中的那个齐木侠 温氏 边关 你是传说中的那个齐木侠 为了你那点色欲 坏我军事害了百姓 取消婚约都算便宜了 淹了你的小贼 省得你再祸害别人 别别别 我连你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更别谈什么色欲了 是李肃那个老贼要害我 我只是拿你当一下党剑牌罢了 是你父亲答应我的 你若杀了我 就陷你父亲于不义了 好 不杀你也行 你现在就去找我父亲解除婚约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朝没有女兵女将 我是唯一的特例 为此 圣上定下一条规矩 只要我嫁人成亲 就不能再领兵打仗 除非 除非我嫁的也是将军 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将军 按照我朝官制 杀敌一人晋升兵长 杀敌十人晋升吕帅 杀敌百人晋升都尉 杀敌千人 方可成为将军 而且 还是最低等的阴阳将军 就凭你这么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御医 别说杀一个人 就是杀只鸡都费劲 别做白日梦了 还是赶紧去找我父亲 取消婚事 别再耽误我打仗 我想试试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 你再胡搅蛮缠 我真的会杀了你 你再胡搅蛮缠 我真的会杀了你 别整天打打杀杀的嘛 我若取消了婚约 李肃向皇上请的赐婚 就会生效 我入了台里家 那岂不要联谅 我要立功 我要办将军 你以为谁都可以立功吗 这些年 我父亲镇守边关 建造了无数的债铺 虽然贼鲁无法冲锋 可他们神出鬼魔略结边境 我进他退 我退他进 边关被搅得稀碎 别说杀千人 就是杀一个人都费劲 你拿什么立功 这不跟倭寇如出一辙吗 倭寇 什么倭寇 简单 我传你一套鸳鸯阵 再教你如何制作狼血 不出三日 必定杀敌上千 如果那些贼鲁仍然执迷不悟 来多少 死多少 你教我阵法 嗯 你可知道 我父亲是当朝的第一兵法大家 他的阵法 独步天下 无人能出其用 你真是口出狂言 不知所谓 现在你是贼鲁 我是边军 我们来兵推 只要你能赢 也不用全胜 但我李秘若是死一兵半族 不用你逼迫 我就主动向大将军取消次会 狂妄 一阵堂牌 二阵狼血 整体配合 迂回攻击 不是这样吗 你错了 嗯 啊 明明你给我站住 别跑 别再让我看紧 将军放心 李秘人已经被抓走了 那你怎么不拦着 将军说过 属下的职责 是守护镇国府内 所以 府外的事情 属下绝不干什么 那他被谁绑了 北梁杀手 北梁来犯 传令 速毁军营 操练鸳阳阵 全军备战 混账东西 我是让你们去请人 你们就这么对待我客人的 还不松开 将军 那鸳阳阵 果然厉害 兵演全胜 只是锻造兵器 还虚些时日 这李秘 果然有点本 传令下去 日夜不休 加速锻造 是 李秘 这次是我欠你一个人情 身在敌营 必定饱受折磨 你可要挺住 挺不住了 大哥 大哥 把情况先说清楚 我这心里没底啊 我北梁 景仰先生医术 还想请先生 看病啊 谁有病 本神医给你们看啊 先生误会了 我只想请先生 替我北梁院与梁医 以解民间疾病 当老师 你们不是有那个什么 萨满吗 哎 那帮神棍 看什么病都放心 指望不住 我这先生 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偏见 哎 医者人心 中原人 北梁人 都一样 明天带我见见学生 好 先生大膳 学生们 都在这了 停 事先说好 不准衣着暴露 不准帮老师衣服 好 自从那中原人 出现以后 我是一点地位都没有 如今 只给战马看病 沦为兽医 不行 我一定找个机会 弄死他 不是 干嘛 你谁又想 机会 终于来了 走 人体结构呢 咱们先讲到这 接下来我们讲讲 学位分布 以及细菌分子结构 老师 怎么可以这么对待 萨满呢 毕竟他老了 放他走吧 这萨满 辩论就辩论 辩论不过就动手 不就当个人体模特了 不脱他衣服就不错了 老师 我们不想要他 辣眼镜 完全听不下去 唉 就知道你们这些小心思 算了 不管他 老师 你再讲一遍 我们刚刚都没听进去 唉 最后一遍 只能看 不能摸 这是空二头鸡吗 哇 好硬啊 这里不行 那里不行 哇 传令 全军突击 是 希望还来得及 李明 你是我朝百姓 还是我七家救命恩人 我一定会护你周全 大王 全军大半 死伤惨重 两位狮子被冲散 不知所索 一军废物 大王 陈唐军力暴涨 主要是源自一套鸳鸯阵 极为了得 据我所知 献上这套阵法的人 就是李明 他是杀我万千 美良人的元凶 忧之不得 把李明给我叫来 是 哎呀 大哥 我说你没事打什么仗啊 这么多伤员 我救都救不过来了 老头 你看什么呢 把你的人喊过来帮忙啊 李明 鸳鸯阵 是你创的吧 这要是承认 这丑可就结大了 你个老东西 不就帮我做一次模特吗 至于这么恨我 我一进一声 怎么懂兵 又贪贺穿立阵法 平时听你胡走两句得了 如今大王你都敢忽悠 大王何许人意 会轻易相信你的鬼话吗 现在前线战时紧张 伤兵这么多 你如此迫切的 想要害我你死 是不是想要咱们北梁 无兵可用 哦 我明白了 原来你是陈唐派来的奸细 你 你胡说八道 大王 你看 心虚了 大王 狮子未已 啊 大王 狮子胳膊被砍断 未在旦夕 黎密 快救我儿 黎密 快救我儿 嗯 拿个麻绳 勒住胳膊 先把鞋指住 然后准备消食 硫黄 还有木炭 清水清洗伤口 牛尿消毒 另外准备当归黄旗若干 不明白地问我学生 还不快去 是 狮子的生命体征已经平稳 度过了危险期 接下来只要按我说的做 很快就会苏醒过来 黎密 你救了我儿的命 以后你就是我北梁王的兄弟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们不是老铁吗 老铁 什么意思 就是比兄弟还要兄弟的意思 好 以后你就是本王老铁 谁又敢欺负你 杀了他 嗯 嗯 报 敌军大击击犯 习木侠 天明要黎密 谁大王定夺 这个凶狠的女生 没想到我逃到北梁 还不放过我 非得杀了我才善办甘休吗 老铁 你不是齐木侠的未婚夫吗 他为什么杀你 老铁 你有所不知 这个女人异常凶狠 你不知道她已经杀了 好几人未婚夫了吗 哦 有所耳闻 想不到 想不到还是躲不掉 老铁 这事因我而起 我不能因为我连累大家 你就把我送出去吧 我已经厌倦了东朵西藏的日子 哎 老铁放心 有我在 不会让你去送死的 老铁 你是我的老铁啊 我怎么能因为我 害了你和众将士的性命 不要再说了 我北梁人没有脑肿 要死一起死 是不是 是 这家伙怎么这么丑呢 你不放我走 我走不了啊 得想个办法 我北梁人没有脑肿 要死一起死 是不是 是 这家伙 这家伙怎么这么丑呢 你不放我走 我走不了啊 你想个办法 老铁 我若被他捉回去 还有万分之一的活命机会 若我们都留在这 我们都得死 老铁 对不住了 干什么 看什么 还不赶紧把你们的 大王和狮子带走 难道你们想一起死在这吗 大王老铁 真英雄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爹爹 不是说那秦木侠 是个杀妇狂魔吗 怎么就要李明 活到了现在 还当上林阳将军 再这样下去 你还什么时候 能当上太子妃啊 这小贼竟然发明了 鸳鸯阵和狼血 短短七日 便杀敌一万七 复活贼鹿三万多人 这等攻击 太过耀眼 即便为父在朝堂之上 极力反对 便是独目难知啊 那现在怎么办 难道眼睁睁 看着那小贼 岂世壮大 你还咽不下这口气 李家尊威 岂容冒犯 得罪李家 只有死 李家尊威 岂容冒犯 得罪李家 只有死 太子妃生了个肿瘤 皇上空欢喜了一场 对太子颇有为辞 甚至有人怀疑太子妃 假借怀孕 巩固太子地狱 这样 你去给太子 吹吹枕边风 让他重返前线 在齐家桃子 夺取军功 爹爹高明 太子宠获宠爱 必然会念我的好处 谢谢爹爹 女儿啊 别怪为父心狠 你这样的心性 便是当上的太子妃 对我李家 拥大了 李家 带几个心腹 去往边镇 趁战乱之时 给太子放冷剑 只要太子蛇在战场 那齐家便是满门抄战 到时候 整个朝堂之上 谁能与我抗抗 只要打赢这一仗 咱们就能班师回朝了 要不是那个 蠢货太子瞎指挥 我们都回你家洞房了 谁要跟你洞房 再胡说 小心我割了你舌头 别忘了 咱们只是假婚约 是为了保住你的小命 你要再敢胡说八道 小心我砍了你狗头 长得倒挺像五家郑老师 可惜没有他温柔 什么郑老师 就是你姐 我姐什么时候 成了你的郑老师 好你个礼秘 难怪太子殿下 被射成了刺 原来是你 故意泄露了机密 不听太子殿下 发号施令 背后诋毁太子 还觊觎太子妃的美色 你真是胆大妄为 罪该万死 你哪位啊 我乃监军 来人 将这小贼 拉出去 斩首示众 已经相拥 这是与我定下婚约的 未来夫君 谁要上 我就杀了谁 这是与我定下婚约的 未来夫君 谁要上 我就杀了谁 秦墨 难道你要造反不成 不就是几只剑吗 皮外伤而已 我能治 好大的口气 太子殿下都被射成那样 你竟然说是皮外伤 除非话托转世 否则无力回天 历朝历代 死于剑伤者不计其数 三国名将死于剑伤 哪个能救得回来 无奈军医魁首 便是断手断脚 也能救得回来 可不是孤名钓鱼的用意 你一个小小的坠絮 躲在鹦鹉将军麾下 吃软饭 也就罢了 你竟然大言不惭 吃软饭 要有吃软饭的觉悟 何必拿中脸成胖子 你若是像瞎猫碰着死耗子 我劝你 还是死了这头心吧 这是在说太子殿下 是死耗子咯 大蓝 太子殿下金枝玉叶 岂是你想死马当成活马医的 你这是在说太子殿下 是死马咯 太子殿下金枝玉叶 岂是你想死马当成活马医的 你是在说太子殿下 是死马咯 你 我看你是活够了 来人 行了 别吵了 在说殿下真的要死了 到时候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太子殿下 若把你送回京市 山高水远 怕是来不及 李密救过太子妃 也救过过我父亲 他的本事你应该知道 他现在是你唯一的生命 还请殿下 让他医治 李 李密 李密 你打算怎么治 即便 我会拔出所有箭头 荒唐 此人根本不懂医术 更不懂外商疗法 箭头岂能贸然拔出 我等也是削断剑肝 如若拔出箭头 一时三刻便会失解而亡 太子殿下 这小贼知道自己活不久了 他想谋害你啊 闭嘴 爸 爸 吃火了 杀一头活牛掏空内脏 将太子殿下塞入牛腹之上 有显能平衡 会压生伤口快捅 牛腹还能保温 让你不会失温 这叫敷衍之风 大胆 荒唐至极 你竟敢要把太子 放入牛肚之中 来人 把他给我拉出去 干了 太子殿下 这是你唯一的生计 如果你现在毁经时 必定死在半路上 太子殿下 这是你唯一的生计 如果你现在毁经时 必定死在半路上 你都听他的 太子啊 这小子 就是随口胡招 这可是千挑万选的 君中神一样 你傻牛 他都未曾听说过 敷衍之法 都听他的 您要是听了 这小子的谗言 恐怕连回去的机会都没了 大胆 这里是我说了算 还是你说了算 快去准备吧 快去 是 真让这小子 瞎忙碰着了死耗子 还真的给救活了 这小子 到底是什么来头 害得我等被革职 还把我们丢到奴隶营 去当牛做马 此仇不报 哼 我势不为人 太子将他奉若上边 还让他和齐木侠护送 班师回朝 接下来 恐怕这小子要飞黄腾达了 而我等 却沦落为奴 还拿什么报仇 哎呀 哦 我想起来了 这敷衍之法 乃炎雾民族 萨满祭司 才会懂得疗伤秘法 只有贼鲁王族 才会用 这礼秘 是如何知晓的 这小子也是 贼鲁内奸 你们做得非常好 在前线的事情 我都听说了 做得不错 没有给我齐家军丢脸 女儿只会领兵打仗 这些都是 都是他的功劳 李密你这傻小子有福了 我家女儿 从未夸奖过别的男子 再夸奖有什么用 还是比不上人家的郑老师 丞相告 兵部皆军医取告 李密私通贼鲁 乃贼鲁之细作 皇上圣语 命本向亲自彻查 来人将李密拿下 你诉 欺负到我齐家的头上来了 李密战功赫赫 乃皇上亲自的英阳将军 而且还救了太子的命 怎么可能是内奸 哼 你也不问问 他用的什么法子救的太子 他用的乃是 复衍之法 此法 乃贼鲁王族特有的秘书 他要不是内奸 怎会懂得此法呀 李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子学贯古今融合中西 精通各路民族疗法 懂得不要太多 那群军医少见多怪吧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你放 狂啊 简直无法无亲 圣上预知 那经过审问 来人 打架 来人 带走 住手 他现在要救 肯定是皇上亲自审 必死无疑 本乃 本乡 还要告你个窝藏之罪 天天山 你们齐家 也玩完了 哈哈 哈哈 你就是李密 嗯 开起头来 让本宫 看看 不是皇帝亲审吗 怎么是皇后啊 这可是李宿的妹妹啊 倒是一表人才 杀了也倒可惜 本宫可以给你个机会 不知道你能不能抓 给我个机会 你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吗 只要能治好我儿的病 本宫可以替你辩白内奸之罪 治皇子 不知皇子得了什么病 花柳病 这就是四皇子陈太之 圣上和皇后 最宠爱的皇子 曾经最宠爱的皇子 包成这样 这没病也给闷死 这小子不学好 整日里 偷出工具 寻花问柳 得了花柳病 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晚期了 全身溃烂 活死人事业 又不敢张扬 只能在冷宫里等死了 花柳病 那不就是没毒吗 这个好治 交给我 但我事先说好 我若治好了它 别再烦我 一次次的不嫌烦 好 老夫答应你 只要你治好了花柳病 你我两家的恩怨 一笔勾销 好 一笔勾销 一笔勾销 此时事关皇族生语 知道了四皇子 花柳病的秘密 还想活着出去 做梦 老神医 此药方 可有用 皇后恐怕 是要空患戏一场了 我从未听说过 有人用橘子皮 来治疗花柳病 此次不过是 招摇撞骗之徒罢了 这小子不是说 可以用橘子皮 制作青霉素吗 老夫行医一生 专治疑难杂症 什么艳放片方 灵丹妙药我没见过 说我都得 老夫从未听说过 什么青霉素 李密 无耻小贼 何敢如此 来人 拖出去斩了 皇后 我已经治好了四皇子 为什么还要杀我 死到临头还不承认 钟南山的老神医 已经说了 青霉素 都是胡扯 这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青霉素 这样的药材 那是你们没有见识 你们这个时代 应该都没有见过青霉素 还有那个老神棍 根本就是个 招摇撞骗的老贼 那为何四皇子 到现在都没有好 我看你才是 那个招摇撞骗的小贼 来人 拖出去斩了 四皇子 再不出来 我就没有办法 治你了 母后 我的宝贝儿子 皇后娘娘且慢 这橘子皮脂 花柳病 这怎么可能 那不是什么妖术吧 我听说 有一种妖术 叫练尸之术 把人变成活死人 四皇子这样 怕是已经被这个小贼 施了妖术了 你这个小丫头骗子 你是那个老贼的拼头吧 四皇子 这么活生生的 一个大帅哥 身体热着 自己去摸吧 孩儿还记得 小时候你经常背着我 去花园摘桃子 我就骑在你的肩上 五号 孩儿真的好了 真是我 我真的好了 不可能 虽然是妖人 虽然是妖人 不要相信他 来人 将这剑斌 还有那个老神棍 打入天狼 李密那小贼 知道了四郎的秘密 便捏住了 我李家的痛脚 他若是把此事 透露出去 圣上必是龙颜大怒 到那时可就麻烦了 更可恨的是 这小贼奸诈狡猾 不是个蠢人 他偏是保了 四郎的药引子 四郎病程又长 只能给他放回去 若他到处乱交舌根 该如何是好 妹妹不必担心 得罪李家的人 必死无疑 飞兄已经想到法子 拿捏他 很好 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你 这次不但击退敌军 重创贼服 还救了太子殿下的姓 而你如今又拖了 老狱之灾 真是三喜临门呢 那咱们就喜上加喜 把你和木霞的婚礼 一并办了吧 爹爹 木霞立志已身许国 不想谈什么儿女私情 他已经成为阴阳将军 即便尊贵如李相 那也不够格 让五品阴阳将军入赘他家 既然李相已经无法逼婚 我这婚事 就退了吧 哎呀 糊涂啊 木霞 你这哪个女孩 成天打打杀杀不结婚的 爹爹无子 大姐又当了太子妃 那木霞更应该要陪着爹娘 给爹娘养老尽孝啊 结了婚一样可以给爹娘尽孝啊 爹爹 我若嫁给他 那便是外人了 就像大姐嫁入东宫 这一年半载都不得回来省心 还如何在你们膝前尽孝啊 难为我的宝贝女儿了 这婚约不能结束啊 就算治好了四皇子 李肃和皇后也必然要杀我灭口 掩盖皇家宠言 那将军这条大速度 我一定要死死抱着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我与木霞成婚之后 将军夫人便是我李肥的爹娘 孩儿定会尽孝 再说了 将军与夫人也还年轻 生一个男孩不去解决了吗 这能治 我这一把年纪了 再说夫君的身子 这么些年寻衣问药 药能生 早就生了 胡说八道 男人嘛 活到老生到老 哪有不行的道理 将军只要吃我条里的药 就能生 再说了 夫人也不到四十啊 也能生 如果不愿意的话 给将军纳几房年轻貌美的小妾 想怎么生就怎么生 就要胡言 纳妾好啊 我的好贤婿啊 诸位满脸喜色 季将军 这是有喜事啊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找李密说两句 李密现在是我的贤婿 有什么话你与老夫说 哎 七将军 你该知道陛下爱民如子 我朝律法 严离杀牛 无论朝野 杀牛者 按杀人罪论处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李密 这李密在前线杀 我都写在奏折上了 这要是呈给圣上 别说你阴阳将军了 就是你齐定山 也架不住皇上的雷霆之怒吧 李密是为救太子而杀的牛 情有可原 陛下一定会谅解 呦呦呦呦 齐定山 你这个小女儿倒是天真的狠啊 那皇上什么脾气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吧 如果真要启奏陛下 你就不会来这里啰嗦 说吧 你想要什么 嘿嘿 我要她 郑老师 你怎么来了 还穿着宫女的衣服 这么刺激啊 李密 我是太子妃 不是什么郑老师 虽然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但还请你自重 是是是 郑老师 不 太子妃叫性的是 对了 你把这太监的衣服换上 我带你逃出宫去 逃 为什么要逃 真不知道你是聪明还是糊涂 我 你干什么 脱衣服呀 就允许你自己cosplay 我 李肃之所以要让你入宫 就是为了控制你 他私底下已经找了神医 给四皇子诊治 四皇子已经好了 你现在没有利用价值了 留在宫里 只能让他摆布 郑老师果然没变 刀子最豆腐心 我只是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好香啊 什么味道 好香啊 答案 事长 答案 答案 尔 Ese 无耻 无耻 我好心来保安 你怎么可以趁人之危 做出这种卑鄙无耻的事情 我 我没有啊 虽然我对郑老师很仰慕 但是你现在是太子妃啊 再借我一百个胆 我也 我也不敢啊 肯定是李苏搞的鬼 你快滚 不然 你我都要被砍头 好啊 好你个小贼 敢假借给四王看病昏入宫中 与其牧客淫乱后宫 牧客 枉我这么信任你 你竟给我干出这道破事 竟然是恬不知耻 李下 太子殿下 一个女人都守不住 以后怎么守住朕的江山 父皇 请听我解释 陛下 老陈草就说过 这个小贼并非善累 李苏你 如今捉奸在这 臣恳请陛下严惩 一一敬笑容 李苏 你混蛋 来人 把这二人压入天牢 明日拖到我们斩首 老夫 老夫只是掠尸小技 你们就身败名利 人头落地 你拿什么跟我斗 你 娘 怎么如此糊涂 女儿本想救李明 都是李苏那奸贼 给我们 给我们下名 天杀的奸贼 害我姐姐 我真有趣杀了他 站住 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 李苏固然奸诈 但是老夫功高盖主 陛下早就想学我的兵权 这件事情 翻不了了 大将军话说早了 这世上没有什么事翻不了的 有我李密仔 不必担心 李苏那样的垃圾 不足挂齿 都要人头落地了 竟然还在这里说什么大话 你自己得罪李家也就罢了 你现在还拉着我女儿 给你赔葬 只要大将军按我说的话去做 我与太子妃必定相安无事 皇帝陛下口含天线一言九鼎 金口一开 便断无更改的可能 就算是神仙下凡 也救不了你们的性命 我是无所谓咯 见面一条 那太子妃金枝玉叶的 大将军就不想试一试吗 我是无所谓咯 见面一条 那太子妃金枝玉叶的 大将军就不想试一试吗 好好好 我且听听 你到底有什么救人的法子 夫人我给你个配方 你按照配方把摄香米做出来 洒在天牢四处 我与太子妃便能相安无事 摄香米 那是什么 摄香米就是加工过的 用新鲜小米和低度曲酒 将小米炒至喷香 趁热倒入金属容器之中 再倒入混合好的摄香酒 便变成摄香米 好啊 明日就要斩头了 你现在竟然还在这里研究下韭菜 你是嫌我镇国府的断头饭 不合你的胃口还是咋的 大将军如果不想救太子妃 就在这里和我继续掰扯吧 夫君 但凡有一丝机会 我们都要试一试 我这就去 且慢 这件事还需要大将军配合 你要老夫怎么配合 大将军去找几十斤的猪板油 将它煮个半生不熟 切成拇指块的大小 用棉被将其焖住 使其腐臭 撒在皇帝寝宫四处 你也知道是皇帝寝宫 老夫真要这么做 连老夫的人头都要落地 你还想害我齐家害得不够惨吗你 你齐家谁都没有我们救过 我真要害你们 当初见死不救就得了 你 父亲 此人虽然浪荡狐夸 但关键时刻 还是靠得住的 那就这么做吧 反正横竖都是要死 总比什么都不做都要想 希望你说的是真的 皇上 陛下 怎么回事 启禀陛下 秦宫外面聚集了成千上万只乌鸦 乌鸟 这可是不祥之仇 快去让青天坚过来 启禀陛下 外头的不是乌鸦 而是造雀 因其生似鬼叫 所以也叫鬼鸟 或者 或者冤魂鸟 每逢天下奇冤 冤魂鸟就会出现 天下奇冤 陛下文质武功 海燕和青 歌舞升平 最近发生的事 恐怕只有 李密和太子妃这一件 难不成真的冤枉他吗 我杀错了人 上天怪罪 只怕要天降大灾啊 启禀陛下 天牢外面聚集了无数之五彩凤鸟 贺喜陛下 这可是白鸟嘲讽 祥瑞 天大的祥瑞 幸亏昨夜没有斩力绝 来来来 把太子妃和李密给放了 陛下 万万不可 这必定是李密小贼的奸计 陛下万不可被他的伎俩给蒙骗了 伎俩 他现在被关在大牢里 能有什么伎俩 再说了 就算他再有本事 他还能驱使这成天上万只鸟儿 难不成 他还真是活神仙 去去去去 盖茨的小贼 又让他逃过一切 此人诡计多端 若不及早铲除 日后 必成为李家新途大货 陛下 我派人在宫里查过了 陛下寝宫附近 被人撒了不少腐坏的柏油粒 冤魂鸟醉惜腐臭 这必然是李蜜的设计 父亲 我的人在天牢附近搜查到了这个 这小米粒经过爆炒和炮炙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想必是用来吸引五彩凤鸟的 奸诺的小贼 竟然想出此等法子来 此次狡诈 三番五次被他逃脱 接下来 我们该如何收拾他 纵使皇上迷信 那李蜜和太子妃 高解通奸已成事实 太子妃的身子 已经不干净了 不再适合做太子妃 他们死最可敏 活最难逃 我已奏请圣上 请太子妃打入了 李蜜 能不能转正 我想太子妃之位 就看你自己的万事了 谢父亲 我一定会施展浑身解数 让太子殿下令我另眼相看 那李蜜呢 他不是自许是神医吗 好 待本香举荐他去服侍太上皇 不出三日 此子必死无疑 李肃不让你出宫 故意留你在我身边 就是为了找机会除掉你 如今 我自身都已经难保了 就是想救你 也是无能为力了 不就是去见太上皇吗 我一个神医 伺候一个老人还不行啊 我承认你医术高超 欣喜胆大 除了胆大 还有难理的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查个打婚 太上皇南征北战 是个战场上的杀神 残暴冷酷 但罹患了不明之症 这几年不断搜了神医来诊查 没有一个能活过三天 什么不明之症 你忘了我专制这些疑难杂症吗 你不知道 太上皇这个月 已经杀了十二个神医 一个月杀十二个 不短 今天才出二 两天杀十二个人 李蜜 准备好了 跟我去太上宫吧 太上皇已经等不及了 不就是去看个病吗 笑得像夺老菊花而已 这么阴险 这是病 得治 你放 你敢诅咒本相 差点又中了你小子的奸计了 想激怒本相 门都没有 见了太上皇 看你怎么活得过今天 走 小子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神医啊 嗯 听说你胆子挺大呀 把太子妃都睡了 过来给姑瞧瞧吧 若说不出个所以然 那姑的这把宝剑 可不是吃素的 真正的神医 一眼就能看出正洁所在 太上皇早年间出现的症状 多半是腰痛和背痛 但是活动开之后呢 疼痛又会消失 但随着正洁发展 疼痛开始明显 手脚开始疼痛 关节变形 身子也开始勾楼 逐渐无法弯弯大剑 最后也无法再上阵杀底 我说的可对 小子 起来 起来 姑很好奇啊 这些 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就像 就像 就像你亲眼见过一样 哎呦 哦 一定是太子妃告诉你的 对吧 唉 这不就是强直线挤柱炎吗 虽然没什么大事 但是长久不治 不会死 却会残 你能治吗 我能治 能治治啊 那愣着干嘛 我有个条件 哎呦喂 小子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敢跟姑谈条件 唉 小人不过贱命一条 太上皇难道不想再次踏上马背吗 你是说 你给姑治好之后 姑还能跨上马背 沉沉沙场 现在能探条件了吗 这就是矫正器 这不就是几根木头和几条皮带吗 能治好太上皇的绝症 脱败是招摇撞骗 本官行医多年 还从未见过此物 这个 我倒是见过了 在刑部大牢 这分明就是一种木家 是一种刑具 刑具 是 这就是一种刑具 背上之后身体无法动态 除了让犯人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之外 我还在别的地方见过 什么地方 我当年云游天下之时 见过一些乡下人家 为了防止老母猪四处乱逃 就在老母猪的脖子上 戴上 混账 小子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竟敢拿裤跟老母猪一样对待 真是少见多怪 这就是个改良过的贝贝家嘛 只要背上个三五日就能见效 到时候再杀我也不吃 是吗 嗯 金庸镇 贝贝贝贝家 没错 贝贝家嘛 挺拔身姿 改善青少年不良行走习惯 要做最快乐的宝贝 这小子 纯属胡言乱语 分明是消遣太上皇 我寿星宫吃皮霜行命长啊 我没事消遣太上皇干嘛 本官行医多年 还从未听说过用刑具来治病的 你若能治好 本官 便金盘洗手 我得叫上爷爷 别别别 还是免了吧 我怕你还没来得及叫我爷爷 就去见阎王爷了 你 太上皇的剑法真准啊 是吧 太爽快了 不瞒你说呀 姑已经十多年没这么爽快过了 简直就是重获新生啊 小子 不错不错 原来你才是真正的神医啊 不敢当不敢当嘛 哎呀 说吧 想要什么条件 我想撤了那李肃的职 哎呀 李肃这个人阴险狡诈 姑本来就不喜欢 但是奈何皇帝喜欢他 姑已经退位 不理朝政 不太方便插手朝廷中的事 再换个条件吧 我几次救人 皇帝却不分青红皂白 成为李肃最大的考人 既然无法除掉李肃 那就先对皇帝上点眼药再说 太上皇威武霸气 比皇帝更适合做 哎 休能胡说 不要脑袋了 啊 姑已经退位多年 这送出去的皇位 哪有再要回来的道理 这有啥 那都是一家人 那谁做皇帝不是做吗 而且太上皇正值当年 恶极又除 必定能南征北战 开拓江土 再创盛世啊 再说了 这样的先例又不是没有过 晋惠帝司马忠 哦 就是那位何不是肉迷的那个皇帝 不也是先到了太上皇又重新做皇帝吗 还有那个唐昭宗李业 哎 这样的例子多了去了 哎 算了算了 废话就不要说了 还是换个条件吧 既然太上皇公司分明 朝廷的事不能管 那家事总可以管管吧 毕竟您还是一家之主 对吧 李肃的职不能撤 儿媳妇总可以休战 什么 你让姑妃点皇后 李肃啊李肃 王我北梁王亭花费这么多资源扶持你李家 本宫贵为北梁王亭的圣女 不惜假扮你的妹妹 委身于那个废物皇帝这么多年 结果就因为一个小小的御医 差点让本宫丢了这顶凤冠 你连一个小贼都办不了 有你何用 皇后娘娘息怒 只要再给老朽一次机会 老朽肯定让那个李肃 身败名礼 你最好说到做到 李肃把太上皇治好了 如果他想重新出山 夺取皇位 这不是不可能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 只靠着郑国大将军 把守江山的废物皇帝 咱们没了 可就又要被屠杀了 皇后娘娘放心 只要再给老朽半个月时间 老朽肯定让皇后娘娘 重回后宫 垂帘听着 甚至连那个废物皇帝 都不需要 你打算怎么做 皇帝怕冷 最喜欢狐皮球 我北梁王亭 每年都会进贡金狐皮毛 只要让金毛汉塔皮 混到贡品之中 那个废物皇帝 甚至整个后宫 都会染上鼠衣 无论太上皇 还是那个废物皇帝 只要他们一死 皇后 您就可以继续摄政 整个天下 都在您的手中啊 但李秘 即便是华佗在世 他也对付不了 鼠衣啊 吃啊 你嫌弃我的厨业 怎么会 这可是郑老师 不 太子妃给我做的 爱心早餐 我怎么会嫌弃呢 好吃 你不是都治好 太上皇的病了吗 那些侧候你的宫女 怎么都不来 他们要不是不来 哪用得着我亲自下厨 哎 没人来更好 这样没人打扰 我们的二人世界 谁跟你二人世界 太子驾到 糟了 差点忘记了 郑老师是人气 罪过罪过 李秘 宫中鼠衣生性 陛下和太上皇 全都病倒 危在旦夕 宫中仅衣玉食的 干净又未生 怎么会有鼠衣 现在本太子见过 费什么话 还不赶紧救人 鼠衣可是会死人的 我才不想和他们亲密接触 你让他们把冷宫隔离起来 别让任何人进来 李秘 你好大的胆子 平日里夸夸其谈 关键时刻成了缩头乌龟 你若不来 便当场割杀 杀了我谁给你们治鼠衣 你不要太高看自己 天下第一要王就在宫里 要不是太上皇 指明道姓要你去 本太子会来看你这对狗男女 若再不动身 本太子砍了你的头 老妖王 父皇和太上皇如何呢 鼠衣本就无药可医 老夫现在只能减缓他们的痛苦 安心地送他们最后一程 那也未必 鼠衣还是有特效药的 这个时代没有抗生素 所以他们不会有抗药性 只要能培植出炼酶素 绝大部分患者都能够救活 哪里来的惶恐小儿 竟然说出如此狂妄的大话 就你这个心情 怎么当上药王的 不如随便找个山头 采采草药 表死残生 得了 秉密 不许对老妖王无礼 老妖王可是本太子 三国茅庐请回来的 哦 这么厉害呀 那么请问这个老头 能不能救回你的父亲跟爷爷 我可以救回他们 但是跟治病一切有关的东西 必须听我的 若做不到 我现在就会愣功 留着他们慢慢等死 太子殿下 老夫虽然不知道 这位同行他的来历 但一一到讲就跟经验 现在这个年龄 他吃的米 还没老夫吃的药多 他懂得了什么 老夫 现在可以减轻病患的痛楚 安心地送他们离去 如果任由这位小朋友胡闹的话 只会是事情越来越严重 我若治得了 又如何 你若能治得了这鼠疫 那便是全天下第一号的神医 老夫跪在你的面前 把我要王的名号 送于你又如何 好 一言为定 先将病区隔离起来 能动的人全部出去灭属 另外 派人打扫卫生死角 燃烧艾草仓谱等屈蚊 病死的尸体 一定要烧掉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 你也不过如此吗 你说的这些措施 老夫早就安排下去了 不过呀 你也不是一无所知 你能知道这些防疫措施 已经比全天下九成的郎中厉害多了 这老东西还挺厉害的 这都懂 那么我请问你 如何灭属 自然 自然是投毒 效果如何 这 老夫是医者 又不是奴仆 老药王用的是风糖半毒药 不过老鼠 似乎不怎么上钩 皇宫里剩饭剩菜本来就多 老鼠的口味都养雕了 寻常玩意儿 根本吸引不了他们 你 去找郑国大将军 找他要一些摄香米 用来半毒 保管一天之内 毒死所有老鼠 摄香米 老夫闻所未闻 你没见过的东西啊 多了去了 劳烦太子先领制造局 用两层棉布夹一层纱 制作口罩 每天必须蒸煮锅 才能重复使用 样是我会叫人画下来的 另外 派人准备大量的豆饼和白糖 我要来提炼炼维素 能不能治好这个鼠疫 就全靠这个毒消药 你要用喂马的豆饼来治鼠疫啊 剑枝花天下之大鸡 这 你就是用这东西治好的鼠疫 对 厉害呀 不过 为何孤的病好了 皇帝的病还没好呢 因为陛下最先感染鼠疫 身体受损严重 需要一定时间调理 不过放心 有我在 孤相信你 浪哥虚名的老家伙 该死 倒下留人 太上皇 老妖王还是有点东西的 他已经将隔离 火化 灭属 做到了最好 当真 当真 今天看在李密的面子上 饶你一条狗命 邪太上皇不杀之 行了行了 滚 是 李密啊 干得不错 应该的 太上皇 抓到李肃之奸贼了 孙儿我拷问了那些北梁使臣 这些使臣都是没有骨头的软蛋 经不起其敦打 便供出了李肃之奸贼 正是他 让北梁使臣将金毛汉塔皮 混入了金湖皮之中 导致了鼠疫 是你干的 你不要过来 不要 老贼 你要看再动一步 我就杀了太子 就你这 动一下试试 可惜我到死 他杀不了李密小贼 我李肃 惹得了这个京城 就为大祖活着重新 我满门超台 也没什么可留恋的 让太子给我陪葬 我是乱者不陪 住手 快坐 陛下 太上皇明知道李肃苟急跳墙 还害死了太子 他这分明是想趁人之危 谋取皇权 陛下 你不能再优柔寡断了 若妾 这连床都起不来 如何与他争呢 陛下 你还有臣妾呢 太上皇再如何瞒恨 也要讲规矩 既然太子已死 陛下可以策离四郎为太子 如此一来 皇位也轮不到他来做 好 臣都听你的 人都说 缓难见真情 臣的江山能不能保重 皇后就靠你了 陛下 太上皇 原本已经垂垂耻木 连抬起筷子都难 要不是李密那小贼 把他给治好了 给咱们惹出这么多麻烦 陛下 恳请您下旨 杀了李密 李密杀不得 目前杀不得 妖王已经为他站台宣扬 他现在已经是天下第一神医 而且 刚刚还解决了宫中的鼠疫 说杀了他 朕失了民心 太上皇也就师出有名了 既然不能杀 那就让他任命臣妾的贴身寓意 把他放在臣妾身边 看他还如何使唤 他让郑国大将军用摄香米之辽属衣 太上皇又命他把手攻击 若是他们联手 可就麻烦了 请陛下以守灵为名 让太子妃入宫 把他放在咱们身边 大将军可就不敢轻举妄动 本宫最近腰酸背痛 你既是本宫的贴身寓意 便帮本宫推个背吧 这要命的女人 让我家郑老师伺候 当成奴仆使唤也就算了 竟然还想色诱我 一旦我上钩 他就有借口杀我了 李密啊李密 虽然你与曹丞相无异 但你一定要顶住诱惑啊 启禀皇后娘娘 李密虽然是名寓意 但是男女有别 我还是给您找个宫女吧 你也有怕的时候啊 不是胆大包天吗 你连太子妃都敢睡 怎么嫌弃我呀 皇后娘娘风韵犹存 大胆 你是嫌弃本宫人老朱皇了 不不不 皇后娘娘风华正貌 是最美的年纪 既是如此 那你还不快点过来给本宫推背 本宫可警告你 本宫身体抱恙 你若不听号令 本宫一样可以治罪 皇后娘娘 稍等小人片刻 小人去去就来 李密我必杀你 鼓有孙大声 悬丝问 经由我李密 隔空按摩 怎么样 背劲不 四郎 你干什么 母后 这小贼害死李相全家 就连李父姐姐和李满夫姑姑 都被株连斩首 秦燕又欺辱母后 我要杀了她 糊涂 她现在顶着天下第一的名头 又刚解决了宫中的鼠疫 是大功臣 就算要杀 也不是现在 咱们 得给她栽赃一个该死的罪名 该死的罪名 这小贼做事滴水不漏 就连母后这倾国倾城之貌 亲自出手都未上钩 还有什么法子 孩儿等不及了 你要有李相半分智慧 也不会被这个小贼给羞辱 本宫记得太上皇宫中有个他最爱的宫女 你去换上李密的衣服 晚上的时候潜入那个宫女的房间 把她给绊了 记住 一定要留下像短裤那样的证物 就算太上皇再信任李密 也容忍不了别人监污她的宫女 就算太上皇不杀她 咱们也有理由砍了李密的狗 母后高明 今次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李密 你好大的胆子呀 姑平日待你不保 但没想到你这个色胆包天 见我姑最爱的宫女 姑今日就杀了你这个小淫贼 等等 太上皇 先别急 你进来摸摸我的被窝 比你裤裆还暖和呢 若非我睡了一晚 不可能这么暖的 我不摸 你连太子妃都该睡 你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的 那是被人陷害的 还是被同一个人陷害的 只要我没猜错 她马上就会出现了 二 一 李密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见乌宫女 会乱后宫 身为六宫之主 本宫就斩了你这个祸害 太上皇 宫里男人不多 我没有监污你的宫女 答案显而易见了 告诉你个秘密 四皇子之前得了花柳变 还是我之好 放屁 你这小贼竟敢血口喷人 来人 活出去斩了 你这小贼竟敢血口喷人 来人 拖出去斩了 他监污的是姑的宫女 这事儿还轮不到你来管 太上皇 他虽然是你宫中的奴婢 但宫中所有的女眷都归我管 本宫身为六宫之主 还是有权利处置 还请太上皇 回去休息 呦呦呦呦 太上皇都不尊敬了 太上皇也是皇呢 还敢挑拨离剑 来人 先拔掉他的舌头 等等 话还没有说清楚之前 你找什么急啊 太上皇 你想要如何说清楚 你们说李密监污了他 那你们可有什么证据 这就是证据 这贴身医物 可是太医院独有的款式 如今住在宫里的御医 只有李密一人 除了他还能有谁 李密 那你做何解释 我一觉醒来 衣服全都不见了 但宫女只扯下一条裤衩子 如果是我 我不可能赤身裸体地 从太上宫走回皇后的寝宫偏殿 我身上但有香囊 我且问你 你当时可以闻到香味 是 奴婢闻到了很浓的龙咸香味 那就对了 我身上没有香味 只有药香 但是龙咸香有名字 所有人都有避讳 除了 除了皇子 开死的老儿 竟敢对本太子动手 不就是个宫女吗 何至于此 太上皇年轻的时候 是不折不扣的人途 但有勇无谋 不足为虑 关键还是这李蜜小贼 竟然在宫中他不上钩 那咱们想个办法 流放他 让他有事不得回宫 来坏咱们的好事 那他会 乖乖地离开这儿吗 英雄难过美人关 他毕竟是个男的 他不就过了母后你那关吗 母亲进宫哭诉 妹妹遇到麻烦了 今次你一定要救他 你妹妹就是我妹妹 当然得救 咱们遇到什么麻烦了 兵部将他调到 冠军侯逍遥的回下 这逍遥是皇后的人 对木侠百般刁难 这分明就是冲着 我们齐家来的 冠军侯 名头到下来 很厉害吗 十五从军 二十成了将军 如今二十六 便被封为冠军侯 不说百战百胜 但也显有败绩 而且 而且他一直都觊觎木侠 几次散发来我齐家提亲 被拒绝之后 就恼羞成怒 一直跟我们齐家 知道不少麻烦呢 敢拿我家小姨子的主意 这还了得 女人呐 就该在家生儿育女 何必来战场打打杀杀 不如借此机会 就此退伍 嫁给我 本侯定会好好待 我乃陛下亲疯的鹦鹉将军 还请侯爷自重 鹦鹉将军 你不过是陛下的宠物罢了 就算我不打仗 我也不会嫁人 好 我就喜欢你这暴脾气 本侯爷就喜欢起最烈的马 下 被梁贼服投放了尸体 导致我军中战马都患上了烂蹄病 战马无法行走 延误了战机 打了败仗 你主掌马正 若不及时处理 本侯上报朝廷 必死无疑 不过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肯点头架我 身为行军总督 我定会替你开拓 如若不然 你就等着被处死 我就是区区烂蹄病吗 值得把自己搭进去 你是谁 在下第一神医 李秘 李秘 那就让本侯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还请齐将语 带我去看看马儿的病情 多谢 我知道你是神医 但马与人不同 烂蹄病是最麻烦 也是最棘手的兽病 我身边这位是御马尖顶级的兽医 连他都束手无策 你为何要在姓肖的面前大放厥词 那是因为你们一开始方向就错了 想知烂蹄病 不是要找兽医 而是要找铁匠 找铁匠 来之前我也看过了 这时代确实落后 连马蹄铁都没有 没有马蹄铁 马儿生病的几率当然很大 那你打算怎么治 简单 先修脚掌 再将增生跟腐肉去除 最后钉上马蹄铁 过出半月 便能痊愈如初 我可从未听说过 治马病 要找铁匠 将军 此次分明是在胡说八道 若给战马修脚 将铁匠削到 伤口便会直接暴露 整条马腿都会废掉 如此乱来 战马 怕是实不存医了 那你敢不敢打个赌 赌 便是赌命 我都跟你赌 倒也不用这么残忍 逍遥不是喜欢调戏木匠吗 我只是让你穿上女装 在她的帐前 拉抛屎 好一个李密 难怪皇后娘娘要将她送了 果然是有点东西 来人 把这兽衣给我拉出去斩了 侯爷 息怒 杀了我 也一世无补啊 侯爷 我有意思 能除掉李密 哦 说来听听 戴若可行 且可饶你不死 如今正在休战 侯爷可以派李密出事 北梁王族以狼尾图腾 侯爷只需要用狼尾做使节的结账 让李密带着去 北梁人受了侮辱 必然 会杀了李密 确实是一条不错的妙子 那狼尾结账便交给你们去做 谢侯爷 不杀 之恩 你跟着去 如果北梁人不展来时 你就趁机杀了李密 明白吗 属下遵命 没了李密 看你齐木侠还如何嚣张 李密 我拿你当老铁 你居然用我租狼神做结账 欺人太甚 来人 拉出去看了 且慢 老铁有所不知 我本来好好当我的第一神医 但为了救我那小姨子 得罪了冠军侯逍遥 逼着我拿这个狼神结账来找你 就是为了让你产生误会杀了我 这个逍遥好生阴险 老铁 你是怎么得罪她的 说来话长 我治好了烂蹄病 让铁匠打砸出了马蹄铁 马蹄铁 我被两岁 十二十万铁骑的马蹄铁 就是你揍的 拉出去看了 大王且慢 他既然能发明马蹄铁 又自称神医 说不定 他正能治好女儿的牢病 不如就让他试试 肥牢 这个好吃 我正好有炼煤素 这可是治疗肥牢的首选 保证药道病毒 炼煤素 李密 我知道你医术超绝 可是肥牢就算是在中原 也是无药可救 更别说药道病除 任你巧舌如荒 今天也必死无疑 继续拉出去看了 王后 杀我不过头点地的事 可是郡主是金枝玉叶呀 有机会不想试一试吗 好你个奸诈的小贼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诡计 挟持了小女 你就可以逃回去了 拿去给郡主服下 不管用再来杀我 李密 你救了我家女儿的命 按照草原上的规矩 以后她就是你的人了 我的人 别别别别 我已经有郑老师和小姨子了 再来一个身体吃不下了 什么郑老师 什么小姨子 你这是嫌弃我家女儿了 咱们郡主要脸蛋有脸蛋 要身材有身材 我哪敢嫌弃 但我是陈堂的人嘛 怎么能娶北梁的郡主 你倒想得美 不是你娶郡主 是郡主纳你为序 往后你就是北梁驸马 也再不必回去了 那岂不是再也见不到我最爱的郑老师了 那可不成了 王后 强扭的瓜不甜 你得问问人家郡主的意思呀 封建思想可不行啊 现在讲究的是一个恋爱字 草原上的人最爱英雄 你要是有本事 女人就会爱你 郡主自是喜欢你的 你若是不肯 就只能去死了 好 很好 不用你动手杀他 反而省事 这小贼成了北梁驸马 便是通敌死罪 本侯已经八百里加急禀报给皇后呢 这小贼算是死定了 你可以下去领赏了 是 副将 你去俘虏营 把北梁世子押解出来 我要与北梁交换俘虏 将军 万万是不得 北梁世子何等重要 事关将军的前途 他可是班师回朝 献给陛下的礼物 若不是礼蜜治好烂体病 打到马蹄蹄 我等又如何打赢这胜仗 又如何俘虏这北梁世子 眼下 最重要的就是换回李蜜 将军 我可听说 他为了太子妃 就将你们的婚约解除 像这样的卑鄙小人 真的值得啊 别罗嘘 赵素 是 属下遵命 李蜜啊李蜜 你真的值得吗 陛下身体抱要 冠军侯有任何奏笔 可与本宫先说 皇后殿下 李蜜色迷心窍 成了北梁驸马犯下通敌死罪 该斩首示众 以敬效尤 齐木侠与李蜜狼狈为奸 私放北梁世子 坏我军机大事 请陛下夺了他的军职 绝他为平民 既是通敌 那便打入天牢 不日问着 亨武斗 除自量力 秦木侠 你若肯现在求我 方且饶你 不过这一次 你就只能做个小妾了 休想 如今是皇后当家做主 齐定山现在连进宫都进不来 晃起 本侯还巴不得他来救 他身为镇国大将军 包庇通敌死罪 便可怜他一块儿 这儿到时候 你们齐家一起玩玩 所有的军权都会掌控在本侯手中 你这奸恶小贼 骂 骂得越痛快 死得越难看 对了 你不是喜欢这小贼吗 我现在就把他扔进刑部大楼 在你面前言行拷打 扒皮抽骨 看你还如何嚣张 你还笑得出来 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 我没有做点准备 你认为我会跟你哭吗 太上皇驾到 怎么着 皇后 姑的儿子没在 你就选要把理朝政吗 儿臣不敢 只是陛下身体抱恙 儿臣只是帮着听听奏饼 该如何拿主意 还是陛下的意思 太上皇 皇后可不止是婷婷 她刚刚还说要把我俩 押去刑部大牢 还要砍头呢 李密 你胡说八道什么 这本来就是皇上的意思 陛下 陛下都不在这儿呢 难道皇后可以和陛下心灵相通 李密你大胆 本宫来之前 陛下已经受医 这就是陛下的意思 根据本朝王法加规 皇后不得干政 若陛下无法执政 应该由太子监国 若太子也无法监国 那么应该轮到谁 我觉得太上皇就很合适 李密 你大胆 这是看不起太上皇咯 还是觉得太上皇已经死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陛下 逍遥使记让陈以医者身份出使北 我虽治好了北梁郡主的绝症 他们要我做驸马 但我宁死不从 总算保住了清白之身 这些都是有人证的 太上皇 请你为我做主啊 可笑 那都是你的人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谁信 谁说人证是我的人 他可是冠军侯身边最信赖的亲卫啊 莫非皇后连冠军侯都信不过 那如果是这样 冠军侯对我的指控 是不是也无法作效呢 哎呀母后 这太上皇已经把手伸向朝政了 再这么下去 他就真要重夺皇位了 这该如何是好啊 只要你父皇还在一日 那个老单身 就不敢轻举妄动 可父皇这个样子 他连朝政都处理不了 又不肯让我坚果 今日可以给李密这小贼撑腰 明日才能得寸进尺啊 可恨这李密小贼 几次三番让他走脱 冠军侯又受到了彻招 暂时还不敢轻举妄动 想要对付李密 母后身边没有人可用 这该死的李密 我若大权在握 岂能弄他在咱们头上撒野 你要是想要大权 也不是不可能 母后 父皇现在越来越不清醒 空里这些御医又都是群废物 母后 你该不会是让我去求这李密 给父皇治病吧 他又不是傻子 你若是有李箱半分聪明 也不会听不懂母后在说什么 你要的机会 不就在这儿呢 母后的意思是 杀 杀了父皇 历朝的皇帝 哪个不是踏着父子兄弟的尸体往上走的 太上皇当年正直精壮 四处杀法 是被称为人徒的皇 你觉得为何会急流永退 还不是你父皇在背后捣骨 想要这江山 就看你够不够 太上皇 你可算来了 快给皇帝解毒 太上皇怎么知道陛下中毒了 散仙说的 散仙 人呢 散仙 散仙 在此 你是哪位 不乃磅锥山 陷霞池 回春洞 噼里啪啦叫 首席大弟子 扑通 散仙 扑通散仙 好名字 扑通仙人呢 他呢 平时给公里熬制些灵带妙药 他给皇帝看过 说是皮霜中毒 皮霜制毒 皇帝这病 怕是无力回天了 你看 这 陛下忧心家国 却怎遭奸人所害 此等罪行 本宫必不放过 陛下之前 留有遗诏 命太子监国 太子 找到凶手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你快去召集大臣 上一国是吧 是 儿臣自命 什么 有我李密子 不会让皇帝死的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哎呀 既然你有法子 赶紧施救啊 哎 太上皇 陛下中毒已深 就算是天神下凡 也无力回天 他一个小小的御医 哼 能怎么办 区区匹霜之毒 不出两个时辰 我就能救回来 好好好 疯了 这要不是一个疯子 便说不出如此猖狂的大话 娘娘 太子 快将此人赶出去 来人 将此贼给我护出去 太上皇 这些人三番五次的阻挠我救皇帝 再晚一点 可真就来不及了 李密是姑找来的 皇帝是姑的儿子 现在姑要救儿子 谁要敢再说半个不子 我就杀了谁 李密 快施救啊 来人 准备烧焦的馒头 将它研磨成粉 再备一些干草绿豆汤 还有大黄汤 什么 烧焦的馒头和干草绿豆汤就能救人 这样能救人 我把脑袋砍下来 给你当球体 倒也不用这么残忍了 我把陛下救回来 你叫我医生爸爸就好 你 诸位 导蟹的场面不是很好看 回避一下吧 哦 快打开 先给陛下喝下大黄 此物导蟹 再将烧焦的馒头研磨成粉 给陛下扶下去 吸附残留土 最后为绿豆干草汤 此物解毒 说话了 该做的都做了 现在就等陛下想到 诶 我说李蜜 你不会是在糊弄咱们吧 不信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这位死仙 要不 你去看吧 嗯 就过去看呐 快 哎呀 不好了 娘娘 陛下面如白纸 全无血色 怕是 不行了 什么 蜜 你好大的胆子 几个气嘛 我等害死陛下 来人 把李蜜拖到五门 本宫要让他给陛下 黑脏 母儿 难道真的要死了吗 陛下可能真的不行了 请太子 监国理政 陛下可能真的不行了 请太子 监国理政 药材钢位 你们那么急干嘛 等一会不行吗 陛下醒了 陛下醒了 你病好了 哎呀 太好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妖法 一定是妖法 妖法 肯定是妖法 滚 肯定是妖法呀 快点我滚 四郎 你干的好事 父皇 您这说什么呢 都是李蜜的功劳 是李蜜把您救活的 朕当朕是糊涂了吗 在鬼门关走了一早 这什么都懂了 是你 指使御膳房的人 给朕下了皮霜 啊 你与那宫女 早已勾搭成奸 朕平日里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也就罢了 没想到你 竟然暗算到 朕的头上来 父皇 饶命啊 父皇 母后 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你得救我呀 母后 父皇 饶命啊 父皇 母后 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你得救我呀 母后 一个混账东西 你父皇这么宠爱你 还封你为太子 你怎么能这么糊涂 沉迷雨色 对陛下下毒呢 来人 杂入天狼 母后 母后 救我呀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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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罚了 都退下吧 李密 你留下 你可知 朕为何让所有人都离开 唯独由你一人 陛下信不过太上皇 你倒是不傻 想朕堂堂一国之君 却落到如此甜蜜 皇后处心积虑 皇子们一个一个的争权篡位 就连太上皇也是虎视淡淡 如今朕的身边 竟没有一个可信之人 陛下为何信我 你救了朕两次 如果你真的对朕有歹心的话 你也不必救朕 李密 你说说看 如今 朕该如何是好啊 冠军侯是皇后的人 她如今掌管内宫 若是皇后想发动宫变 联合冠军侯的部队 陛下威仪 是是是 你提醒的对 只不过 这冠军侯之外 还有谁能替朕把守宫门啊 镇国大将军 忠心耿耿 你提醒的对 只不过 这冠军侯之外 还有谁能替朕把守宫门啊 镇国大将军 忠心耿耿 定能胜任 齐定山吧 他虽然跟我是过命的兄弟 但我忌惮他的军功 几次 三番剥夺他的军权 陛下 我是医生 医生讲究对症下药 齐定山的怨气来自于太子妃 他现在在皇后手中 主要干些洗脚 盗夜壶的奴婢柴时 大将军怎么能不有怨气 好 李密 朕该如何不成啊 陛下可封齐定山为尖门卫大将军 收齐梦柯为义女 封他为公主 这样他也摆脱了已故太子的阴影 有了新的身份地位 有了镇国大将军的保护 陛下必定可以高枕不应 好好 就照你说的吧 为什么帮我 一日夫妻摆人恩马 虽然是背下药 但毕竟生米熟饭 我不帮你谁帮你啊 为什么帮我 一日夫妻摆人恩马 虽然是背下药 但毕竟生米熟饭 我不帮你谁帮你啊 我本为人父 太子嫌我不懂情趣 始终不愿亲近我 如今又成了丧夫的寡妇 入了冷宫又被打入天牢 最后沦落为伺候皇后的奴婢 如今便是正常男人 也不愿正眼看我 你可是霸气侧漏的郑老师呀 我不允许你这样说自己 什么郑老师 你为什么总是提那个郑老师 总之 你若想跟我好 就不要叫我什么郑老师 我就是我 齐木科 这么说你愿意了 如果这个时候是郑老师 他会怎么样 如果是郑老师 那他肯定会奖励我一口 好一个黎密小贼 竟让陛下夺了我尖门卫大将军直权 交给了齐定山的老狗皇后陛下 不杀死贼 我不甘心 他如今可是陛下身边的红人 你难道还想刺杀他吗 齐定山把守弓箭也便罢了 李密竟让齐木科授封安林找公主 辈分比本宫的女儿懂了 这次是踩在了本宫的脸上 不仅踩在脸上 还撵了几脚 用得着你说 再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殿下许想个法子 惩治一下这小贼 否则就蹬鼻子上脸了 齐定山 把守弓箭 合情合理 那为什么要让齐木科授封公主 侧妃娘娘早就说过 这对狗男女早就混到一块去了 也就是说 齐木科是李密的软肋 只要能拿捏齐木科 这李密 我们就可以搞垮他 就这么说 殿下早有计策了 按照规矩 新兽封的公主 都要去给老祖宗请安 我们提前准备 让齐木科去找老祖宗请安 惹恼老祖宗 便是陛下也保不住他 给我吧 不要 不要 放开 住手 王后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祖宗呢 他怎么了 这就是你认的好女儿 请安的时候穿了红衣 引发了老祖宗的疾病 老祖宗现在就把她当作索命的女鬼 如今 她还怎么在宫里行走 朕一直勤俭节约 宫中着装 素衣讲个朴素白净 木科 你怎么穿个红衣就来请安了 启兵陛下 是尚印 闭嘴 自己犯了错 还要推脱吗 老祖宗本来是在这里静养 受不得半点刺激 你却故意触犯了他的忌讳 你是何等居心 老祖宗是我们皇族的定海神针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这个小贱病是要陪葬的 来人 先把她给我发了 胡闹 木科现在是朕的女儿 又是新丰的公主 当众八一成何体统 木科 先回去 改日换好新衣再来请安便是 是 陛下 老祖宗的情况您是最清楚的 这件事情要是过不去 他整日提心吊胆 茶饭不思 他都这把年纪了 能熬得过几日 来人 将这个贱婢带到太皇太后面前 把她的红衣给我扒了 皇后娘娘 公主她衣服里里外外都是红色的 那就全都扒掉 一丝伴侣都不准给我剩下 那就全都扒掉 一丝伴侣都不准给我剩下 住手 什么东西 这佩度公主 放心 李密 你什么身份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 我什么身份 皇后你应该最清楚 不就是天下第一神医吗 太皇太后有病 治好了便是 治好老祖宗 以后全宫上下都可以穿胡思 这岂不是皆大欢喜 老祖宗那是年纪大了 不是病了 难不成 你还能让他返老还童过去 李密啊 这话只有朕敢说 也只有朕敢说 这老祖宗啊 根本就没什么 只是老糊涂了 毕竟啊 年纪大了都这样 所有的神医都看过 没有病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治 陛下 老祖宗平时是个什么症状 认不清人 像个老小孩一样 时不时的还自言自语 有时候还会打人骂人咬人 平日里啊 还会朝人吐口水 明白了 老祖宗就是生病了 这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 老年痴呆症 就是中医所说的痴呆病 你大胆 为尊者会耻 为贤者会顾 为亲者会疾 你何敢如此侮辱太皇太后 吉木科就是因为有你在背后当靠山 才敢在太皇太后面前 鉴阅冒犯 陛下 臣妾照顾太皇太后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在这件事情上 臣妾还是有话可以说的 臣妾不想看到她 请陛下 让她滚出去 把李密给我压起来 至于这个贱人 把她的衣服全都给我扒了 住手 把她的衣服全都给我扒了 住手 娘娘 皇上 公主殿下金枝玉叶 请是这些奴婢们可以染指了 不如就让本侯爷了 滚开 滚开 你也配 你一个小小的御医 哈虫式的贱户 也敢在这里叫嚣 皇上 老祖宗的病 微臣能治 哦 你能治好 那你便试试 其他人 退下吧 陛下 他要是治不好 若治我 我便以死谢罪 好 就让你试试 李密这小贼 惯会欺瞒陛下 我真要让他试吗 他治不好 咱们就等着他被砍头吧 诶 李密 这弯弯曲曲的东西是何物啊 回禀陛下 这是九连环 是个异制玩具 异制玩具 异制玩具 你就是拿这个来治愈 太皇太后何等尊贵 你就是拿这种东西来糊弄他 你是把他当孩儿来哄骗吗 陛下 他这是七军 应该拖出去斩了 来人 行了 这里啊 可是老祖宗的寝宫 不要胡闹 李密啊 皇后有句话说的对 老祖宗啊 是我们陈塘皇族的定海神针 经不起车的 朕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若是安抚不了老祖宗 到时候 别怪朕 不留情命 臣必不辱命 这个怎么套进去呢 这个又怎么套出来 啊 这样 哎 这个又怎么套呢 果然奏效了 老祖宗 老祖宗居然喜欢玩这小玩意儿 哈哈哈哈 这可太好了 这只是个开始 你们这对狗东西 敢把我这么吃的衣服 小爷让你们吃不完都吃的 这得到啥时候啊 我撑不住了陛下 难得 老祖宗开心 让他多玩一会儿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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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记走老爷 老祖宗 别着急 我知道有个人很厉害 快上快上谁 就是 她 她是女鬼 不不不 来来来 你是王母娘娘 她是你孙女 是仙女 她会法术 能帮你解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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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 过来 嗯 来 先顺序 再套出来 最后再拉一下 这样 嗯 嗯 老祖宗 你看 先这样 然后这样 再这样 哎呀 然后再这样 这下 就可以解开了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哎 好孩子 你是我的好孙女 我最喜欢你 最喜欢你 哎 哎 哎 利密 你到底对老祖宗做了什么 大胆 好你个小贼 竟敢蛊惑老祖宗 干啥 大胆 利密 你到底对老祖宗做了什么 大胆 好你个小贼 竟敢蛊惑老祖宗 干啥 大胆 哎 嗯 大胆 他是坏人 他不好玩 打他 他是好人 他是孙女 他是你妹妹大胆 你一定要找他 还有他 是是是 他是我妹妹 偷听老祖宗的 嘿嘿 嗯 大胆 你骗我吧 大胆怎么敢骗老祖宗呢 我跟你说 你可是好孩子 你可不能骗我啊 嗯 来人 你指 耻夺逍遥冠军侯爵位 便为中勇国 封齐木科 为新安长公主 受 李密 安阳侯爵位 殿下 齐木侠手持重兵 镇守兵官 齐定山的老贼把石攻进 内外 尽落入齐家之手 如今连齐木科 这个寡妇贱人 都成了高高在上的长公主 连李密这小贼都成了侯爷 再这么下去 哪里还有咱们的容身之处 还不是你没用 你但凡有李密小贼三分本事 本宫也不会受此奇耻大辱 殿下咱们都钻牛角尖了 这小贼不过是个御医 医术或许有点东西 但咱们可以往别处下手啊 别处 正是 是时候搬出我家太公了 对啊 李密小贼或许医术了得 但文不成武不就 萧太师乃文坛龙头 他若举行师会 李密必定大出扬相 到时候给陛下丢人 看陛下还如何在重用他 殿下还是太仁厚了 殿下应该邀请各国使节 让他在各国使节面前丢人 那样就不是大出扬相 而是有辱国体 到时候连陛下都救不了他 好 这才是锦囊妙计 李密啊李密 看你这次 能不能逃脱本宫的手掌心 陛下龙体康复 老祖宗又恢复了笑容 内外安定 四海生平 可喜可贺 老臣斗胆举办了这诗会 为陛下庆贺一番 听说安阳侯李密是个人才 今日银师作父 也让万邦使节 见识见识 我们陈塘皇朝的鼎盛文风 李密 他们知道你不同诗词 这是要把你架在火上烤了 坐在你对面的人 萧太师 乃文他龙头 自是无人能敌 还有坐在他旁边的那位 乃是我陈塘第一才子 萧莫 这是要让你出洋相啊 说我不懂诗词 郑老师 你太看不起我了吧 我经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能赢 况且那么多文人大家在背后支持我 就这些漂亮小丑 自不亮绿 你不要中钞 大丈夫能屈能伸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强出头 我自小读书 虽不说精通 应该能混过去 就算 就算比不过 我一个女人 也不算丢人 说什么呢 郑老师 你可是我李密的女人 你丢人不就是我丢人吗 怎么能让你丢人呢 说什么呢 郑老师 你可是我李密的女人 你丢人不就是我丢人吗 怎么能让你丢人呢 老太师啊 太高看这小子了 这李密 医术确实无人能及 但诗词方面吧 怕是利有为代 这便宜 岂能让他全都占了 树叶有专攻 这世上 岂有全才吗 李密啊 这不是你的强项 你也不用紧张 认输啊 也不算丢人 陛下所言极是 李密 在座的各位 都是天下平士 此等风雅诗会 我看你 还是回去多读点书 再来吧 李密 退下 这里啊 就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就算我不会读书 对付他们 够用了 好一个够用了 既然你要自取其辱 就别怪我肖某不客气了 肖公子尽管放马过来 好 既然你不识好歹 那肖某就出一个对子 若你对不上来 赶紧滚蛋 莫要在此地丢人现眼 扫了大家的兴致 我若是对出来了呢 我这可是千古绝对 凭你 也配 肖某可是我朝第一才子 李密 你口出狂言的毛病 可碰上硬差 行了行了行了 别啰嗦 对吧 钱八卦 坤八卦 八八六十四卦 卦卦 秦坤已定 好一个千古绝对 李密 认书不丢人 打肿脸充胖子才丢人 你还是回家好好读书吧 皇后娘娘可知道 我李密有个外号 哟 咱们的李大才子 还有外号呢 这倒也是稀奇 你倒是说说什么外号 江湖人称 对穿肠事也 江湖人称对穿肠事也 对穿肠 好一个对穿肠 我看你啊 先把我的对子对出来再吹牛吧 若对不出来 穿肠的可就是你了 听好了 鸾九生 凤九生 九九八十一生 生生 鸾凤和鸣 好对 好对啊 九九八十一 比肖默你的八八六十四还高 而且寓意更好 李密啊 你果然是有些东西 好你个李密啊 有点东西 但不多 不过是拍陛下的马屁罢了 谁不会啊 再来 落水原规出现锐 阴数九 阳数九 九九八十一数 数通互道 道合原始天尊 一成有感 好 好对 好对 李密 你有九九八十一 肖默也有九九八十一 利益却比你更高 这是歌颂 陈塘皇帝 这是聪明绝顶的马屁队 再无人能出其右了 好啊 肖默你有心了 不错 不错 李密啊 这不用比了 回去吧 陛下 臣还没应对呢 哎 李密 这做人啊 要懂得见好就收 在丢人之前 赶你回去吧 秦山丹凤两成祥 雄鸣六 慈鸣六 六六三十六生 生文于天 天生陈塘皇帝 万寿无疆 好 好一个万寿无疆 好一个万寿无疆啊 万寿无疆 莫尔 莫尔 萧公子 你这也不行啊 不是陈塘第一才子 就这 好一个尖牙利嘴 竟敢回我萧家娇子的道心 如莫尔有半点闪失 老夫跟你没完 他自己心里承受能力差 丢人现眼 简直狂妄 那就莫贵老夫不客气了 哟 您这是要亲自上场了 我看还是别了吧 半截身子都入土 待会儿吐血 可真就走了 李密 很好 那老夫 就要看看 谁会从这里 被抬出去 老夫的对子是 一二三四 五六七 开始 这是什么意思 没头没脑的 陛下 老太师 给他个教训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忘了八 可不就是王妈妈 太师 这是什么意思 没头没脑的 陛下 老太师 给他个教训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忘了八 可不就是王妈妈 我还以为有多大本事呢 原来就这样 且听我的队 孝涕忠信李毅连 李密 你大胆 孝涕忠信李毅连 这跟老太师 一样没头没脑啊 这又是什么队 陛下 此句出自论语学尔 原句为 孝涕忠信李毅连齿 孝涕忠信李毅连齿 居然少了个齿 这不就是骂老太师 无耻吗 哈哈哈哈 有趣 有趣啊 老太师啊 您贵为文坛龙头 可不能坠了威风 快 快出一道狠的 两缘节目 深山中 看小猴子 怎么对聚 老马身陷泥潭中 看老畜生 如何出题 老 老 太公 大家还愣着干嘛 快点把他送回去 治不好可以找本神医嘛 本神医妙手人心 是不会跟他计较的 不过得赶快啊 再晚一点 可真就来不及了 陛下已经被李密所蛊惑 这小贼已经是挟持天子 内外紧接落入他的手中 咱们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你打算怎么做 该当发动宫变 如今齐定山把手攻击 你又被剥夺了兵权 如何发动宫变 齐定山是外者 没有陛下的命令 便是他也不能领兵入宫 待得陛下将皇位 善让给四皇子 生命就煮成熟饭 新军上位 齐定山 就无能为力了 陛下的身边 有佩刀的内卫 就凭你意义 我可是冠军侯 这些内卫在我眼中 不过是土鸡瓦口 只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拿下陛下 让这一切都发生在内功之中 就十拿九稳 届时还需要皇后殿下 来主持大局 好 就按照你说的做 今夜 我要让皇朝 焕然一新 灵蜜 你怎么了 没受伤吧 我和老祖宗都没事 是皇后那毒妇 发动了宫变 逍遥带着皇后的侍卫 冲进御书房 挟持了陛下 早知道他们狼子一起 但没想到这么快就动手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功绩已毙 又逃不出去 这可如何是好 我要去打坏人 还上皇 李明 母后 你们怎么来了 母后 你没事吧 多亏了你俩照料 母后 只要您还在 这帮逆贼 他们就翻不了天 太少皇 现在什么情况 现在 使节团来访 大学士和众臣 全都在里面一室呢 皇后和逍遥 发动了宫变 他们把皇帝给绑了 听说 他们把诏书都拟好了 要立四皇子 回西皇 太少皇 现在什么情况 现在 使节团来访 大学士和众臣 全都来里面一室呢 皇后和逍遥 发动了宫变 他们把皇帝给绑了 听说 他们把赵书都拟好了 要立四皇子 为兴皇 那 那我们该怎么办 打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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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后 母后 这样 你俩 将母后安全送回去 然后赶紧去 搬酒瓶 我在这守着 你们放心 快去吧 走 打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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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手吧 是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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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崩了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啊 太上皇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太上皇 这到底怎么回事 姑刚才进来的时候 依然是这副模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 姑也不知道 你可以问皇后 皇后 你说 是不是啊 是 逍遥和太子 这些反贼 勾计跳枪 视察国主 本宫与诸位大臣 都亲眼所见 大家说是不是 是是是 皇后说的是 家不可一日无主 国不可一日无决 陛下家邦 我等 当处 我等到永灵 太上皇 重登大集 请太上皇登记 既如此 那姑就只好 勉为其难了 我等到永灵 太上皇 重登大集 请太上皇登记 既如此 那姑就只好 面为其难了 启定山 你身为 郑国大将军 又是 监门卫将军 这次护驾有空 当奉为太尉 你现在带人出去 抄了萧家 记住 千万不能再出什么乱子了 我将领命 快去 皇后 你受惊过度 先回宫歇息吧 后宫之事 暂且不要管了 都结束了吗 大祭司 没用的 剑臂 花了这么多功夫 毁了萧家不说 连个糟老头子都对付不了 坏我王庭大事 大祭司息怒 都是 都是黎明小贼的错 他害了黎苏 还灭了萧家 奴婢 奴婢已经是孤家寡人 无人可用了 你以为王庭送你来陈堂 是因为你的聪明才智 还不是因为你的身子 大祭司 大祭司说的对 可是皇帝 已经死了 皇帝死了 不是还有老皇帝吗 太少皇 他是我的公公 皇家内宫比猪圈还乱 你见的还少 还是说你舍不得自己的身子 不愿伺候那糟老头子 奴婢不敢 太少皇 沉迷武功 不尽女色 而且奴婢已经连老色衰 怕他已经看不上我了 你以为他为何独宠那个宫女 还不是那个宫女和你长得很像 这个糟老头子已经寄予你的身子已经好些年了 如今他重新登基为皇 正是得意忘形之时 最容易下手 我给你一个情谷之毒 你趁机下到他的酒水之中 他必定会对你言听计从 是 大将军 皇后败坏人伦 勾引陛下 还给陛下下了情苦 非要把你派到岭南 还把我们这些文官 全削了十指 现在他要和北梁和谈 这不是要把我们陈堂卖了吗 若不及时速速将陛下混醒 咱们晨堂的天下就要落到北梁的贼手了 上人 在此 普通 那是猎徒 学义不惊 小友 千笑 我乃 帮追山 仙侠之 回春洞 劈里啪啦叫 首席大真人 哗啦 上人 哗啦 怎么 这组没钱了 得一个眼缘可见用啊 啊 哎 你命 上人 就连您也解不了那情谷之毒吗 这情谷邪恶阴毒 出自北梁大祭司之手 火若强行结谷 陛下怕是遭不住 皇族里头能继承皇位的没有及格 要么 愚痴笨拙 要么 不堪大用 臣堂 怕是成为无主之国呀 那可如何是好啊 我等做臣子的 只能听命行事 难不成 让我领别杀进宫里 斩了那皇后不成 现在只能是找到奇人一事 解了陛下的情谷 可是大真人都束手无策 这天下 恐怕就没人能解了 我臣堂 要完了呀 不好意思 走神了 不就是古术吗 装神弄鬼 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李密 不就是古术吗 装神弄鬼 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李密 好狂妄的小子 诶 善人 李密乃我陈堂第一审医 说不定他有法子的 不古之术 无用神贵之术都结不了 更何况 他的遗书 大真人 大真人所言极是 我们在此 谈论家国大事 不相干之人 还是插出去 难怪国将不国 都是你这种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不亡国才怪 你大胆 大胆狂徒 你一姐黄口小二 怎敢与我们在这里 指点江山 要不是他让我娶我的小姨子 这个 李密与陛下原本有约定 本是将长女许给他 谁知道皇上中了苦毒 将侧女秦墓侠 也许配给他 都怪那皇后 也属实歹毒 这不是挑拨 我们家女儿们的关系吗 你 娶谁不一样 那不都是大将军的女儿吗 哪一个 不是清国清城 娶谁都一样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块啊 你是老糊涂了吗 我要是娶了他 他还是我小姨子吗 我才不管你们这些破事 谁坏我婚事 我就更谁急 心气不小 本事倒不大 话一致死 吴可以带你进去 但是斗不过大祭司 便是自寻死路 怪不得吴 哎呀 李密呀 这是一个被死的局面 你斗不过皇后 你也斗不过那背后的大祭司 你只不过是个区区的小御医 听老夫一句劝 娶小姨子有什么不好啊 横树都是要叫大将军一生老月长 是不是 你这三官怎么当的大学士 走后门啊 你怎么知道的 无意将皇后与大祭司支开 但只有半个时辰 小游打算怎么做 所谓孤独不就是微生物吗 我有青霉素 青霉素不行用炼霉素 哪个微生物不怕抗热素啊 这也是药 这是一瓶超越时代的神药 嗯 小游还是执迷不误 都说了 这不是医药能解决的问题 若是我能解蛊呢 你若能解蛊 我便拜你为师 哎呀 这是干什么 皇上的万金之躯 怎么能乱用药 你这是救人呢 还是杀人呢 我当然在救人啊 你哎呀哎呀 哎呀 陛下气弱由死命追一线 这要是出个什么三长两短 咱俩都得没命 快跑吧 快跑吧 哎呀快跑吧 走不走 不走 李秘呀李秘 总有一天 你会为你的狂妄自他付出代价的 哎呀 好一个李秘 竟能破解我的鬼毒 大祭司这下知道奴婢的难处了吧 这李秘就好像 就好像踩不死的蟑螂 如今 太上皇醒了 要把奴婢打入冷宫 连他的寝宫 奴婢都进不去了 这下彻底没用 不 你还有用 奴婢既无可用之日 又失去了太上皇的信任 还有什么用 还有你的命 大祭司你什么意思 你以为本座不知道 皇帝根本不是逍遥和四皇子杀的 而是太上皇亲手杀的 你为了保命 才配合着将太上皇推上了龙椅 本座早已将消息散布出去 你只要悬梁自尽 留下语书 向世人道出原因 他这个皇帝 就必定受到口诛笔伐 到时候 我北梁潜伏在各处的将士 就师出有名 陈塘必定狼烟四起 大祭司饶命 奴婢潜伏这么多女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不该落得如此下场 大祭司 饶命 饶命 任何几个都毫无 怎么回事 娘娘自尽了 啊 秘密 快救救她 没有自主呼吸和心跳 死多久了 刚从房梁上放下来 快 仙人 仙人 再死 哼哼 还是完了 那是猎徒 他们学艺不精 小友见笑了 无奈 棒追山 仙虾池 回春洞 劈里啪啦叫 首席大教主 哼哆 仙人 六 人不换算了 词也不改 小友 莫要张狂 先前你救醒陛下 全是瞎帽碰到了死耗子 莫不是我徒弟事先施了法 你断然救不了陛下 对对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行了行了 别吵了 这个贱人自杀前 留下了一封遗书 他说 给各地的班王寄去了信 说是朕 害死了自己的亲儿子 而且还盖上了皇后的印血 所以 如果不救活他 那朕就成了众矢之地 各地的封疆大力 都会借干而起 别愣着了 赶紧救人呐 陛下 人死 不能复生 这世界上 没有起死回生之术 除非是大罗神仙在世 不行就出去 我来救 诶 你要救死人 你真以为自己 是大罗神仙吗 少见都怪 你不行不代表我不行 我待会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起死回生 本宫都已经死了 你还敢染指本宫 我不仅染指 全身剩下还摸了个遍 嘴巴还看吐鲁皮了 奈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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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我何呀 奈我何呀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疼不疼 疼 死了还会疼 我没死 我没死 本宫还活着 当然 本宫一出手 我没死 不 这不可能 你是何方妖 敢在此施法 看我不受了你 天灵灵地灵灵 稀里哗啦 呼吱咳咳唱 何方妖 快些灵 白痴 你能活过来 真是太好了 朕近几日会巡游全国 你必须跟朕一块去 只有让朕的子民 看见你还活着 污蔑朕的那些谎言 才会不攻自破 我已经受够被人当棋子 最后吐死狗碰的结局 是吗 哼 李密确实是个举世罕见的神医 甚至是前所未有 他是能帮你棋子回生 但是就是不知道 他能否帮你断头再续了 来人 陛下 皇后娘娘 北梁这么对你 你不想报仇吗 让我帮你 也不是不可能 但我有个条件 说来听听 我本是北梁圣女 却将我当垃圾一样 随意丢弃 映日掩饰的狼族图腾 是我一辈子的耻辱 我要去掉这些刺青 这不就是洗纹身吗 没事 包在我身上 我可不是只有这里有 而是整个后背都是 绝无可能 除非把整张皮都拔下来 你不行不代表我不行 你是脸又疼了 你有自虐倾向是不是 我承认 你有点小本事 但运气再好 也有失手的时候 除非 你把这些自清洗去 我就磕头认输 从此以后 绝起浆火 行 那你回去收拾行李 准备回山里 你 来人 准备一窝木屿 倒成汁 还有芦荟 还有一套银针 木屿 你打算用这玩意洗去纹身 简直就是天方一谈 木屿体内含有强酸 用银针刺破皮肤 能腐蚀纹身 什么腐蚀 什么腐蚀 这些本作都没有听说过 你简直就是 十个杀 不可辱 我要杀了你 行行行 你给我等着 脱 脱 脱衣服呀 你这是占我便宜没够了是吧 你不脱衣服 我怎么看纹身大小 怎么帮你治疗 陛下 这小贼 不会是借喜刺青一事 对皇后欲行不轨之事吗 听着这声音 三心烧安无奏 这小子 活不了多久了 为何 皇后那个贱女人 虽然给朕下骨 但有一件事 她确实没说错 李密 聪明缺顶 是个全才 但是 很难驾驭 若留着她 日后必成祸害 迟早有一天 会威胁到朕的皇位 朕的江山 所以 朕必须杀了她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这才哪到哪 你需要经历结痂 脱痂 我再用银针帮你刺破 再结痂 再脱痂 如此反复几次 才能完全洗干净 这个过程千万不能碰水 不然会感染 不过也没事 我这里正好有青梅素 和烈梅素 只要有我在 保证帮你办得 漂漂亮亮的 我终于知道 齐家姐妹 为什么都对你死心塌地 重获新生的感觉 真是太美妙了 好了 我也不得理不饶人了 既然你已经重获新生 那以后别再做坏事 别总想是砍我 既然 你都这么说了 我也投桃报李 你千万别再相信太上皇 陛下 逍遥 还有四郎 都是他杀的 这是我亲眼所见 你文武全才 懂医术 有智慧 经验绝才 但功高盖住 他解决完所有的麻烦 你就是最后一个麻烦 你一定要小心 再小心 这也是我最后的报答了 李玉仪 长公主殿下 不知道吃了些什么东西 昏迷不行了 你快去救救她吧 皇后果然说的没错 太上皇这早老头子 快跑 走 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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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怎么来了 不好 中介了 什么 皇上假到 齐木科 朕早就知道 你父亲被调往岭南之后 你心里就问 但是朕万万没想到 你居然敢对老祖宗下毒 来人哪 把他拖出去斩了 但是朕万万没想到 你居然敢对老祖宗下毒 来人哪 把他拖出去斩了 等等 陛下 想要卸末杀驴也太明显了 这眼睛确实着烈 着烈吗 有吗 朕不觉得呀 你是挺聪明的 太过聪明 也不是什么好事 陛下这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想要我死 我自尽在你面前便是 放了木科 否则我可要鱼死网破 这是凭千古其法 如果摔碎 这五子人都会死 我李密有多大本事 陛下你应该是最清楚的吧 罢了 那朕就答应你 只要你喝下这瓶毒药 朕就放了齐母科 李密 你不要喝 你若喝了 我便一头撞死在你面前 木科 今生无法娶 来世再娶 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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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你谢谢李密 你别吓我 你说过不会离开我的 不会抛下我的 李密 终于死了 朕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 安心做皇帝了 朕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 安心做皇帝了 坏人 打死你 敢动死你 我打死你 幸亏老祖宗没忘记给我喂药 这阳金花提炼的假死药 能抑制神经 将心跳和呼吸变得不可察觉 还好时间不长 不然假死便真死了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没事了 一切都没事了 老祖宗不愧是定海神针 关键时候还得靠你 皇上 老祖宗 皇上这 皇上驾崩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 请老祖宗重新出山 执掌朝政 另立新军 这有什么难的 让我孙女到皇帝就好了啊 女皇陛下 今晚让奴才好好伺候你 今晚让郑老师好好教你做人 什么 等一下 你是沐克 还是沐侠 你猜 小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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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